哈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双方圣人那题 我就要来为各位观众朋友们的一个讲解 在这里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打坐 然后安定内心 保持正念的一个技巧 那这一集我就来为各位观众朋友们的一个讲解 我就说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什么 那个东方圣人你一直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们要一直看你的影片 我们要保持正念 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正念 这个具体来讲 我这一集我就来为各位观众朋友们的一个讲解 就是说我们人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正念 这个具体来讲 我说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很容易 我们要怎么样去修行 其实这个修行 就说只有这个几点要 要去理解它这样子 那这个第一点的话就在说 我们来就是说我们要有所这个警觉心 因为说很少有人 就能够去培育出自己的一个警觉心这样子 所以我说这个警觉心就在说 我只要说我自己快要死掉 就说现在有些人在外面工作上班很累嘛 那有些人工作上班很累 那就仅仅他的思维 他的思维就只是说好累哦就这样而已啊 那我的好累的话就这样而已 就不会有任何的发展了 那他可能一辈子就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说我们要更加深入的 就想要说 你要想说这个人生这么的一个痛苦哦 那人生很累很痛苦啊 人生有很多事情都很痛苦 那很多东西都是事事无常啊 那就是事事无常的话 那你会不会就想说 我去这个解脱这样子 就是说对我们这个欲望 或者对我们这个设计 或者对我们其他的这个东西 只要一伸起来 你就只能够知道说 我这些东西是危险的 不能碰 不能靠近这样子 就像说有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哦 那你知道说虽然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啊 但很好吃在它里面餐杂的大便 那你敢吃嘛 当然就不敢吃哦 所以可是就在说 我们要认清楚说很多这个事事无欲啊 很多这个邪见啊 都是这个有所不好的地方 那你就要去有所这个警觉心说什么 我现在欲望升起来 但是我不能够去做 因为这个东西是危险的 所以说当你一直不断的意念 不断去想说它是危险的 因为这个佛陀 或者说东方圣人 然后告诉我说这是危险的 或者说我自己呢 去看这个佛经佛法 这些都告诉我说他们是危险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去靠近那些东西哦 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所什么 有所这个警觉心这样子 那你就不断去这个想哦 那再来的话就是在说 就是说我们要有警觉心 然后要有这个信心哦 那要有这个能够克制欲望的一个心哦 那这样的话自然就能够成功 再来的话就是在说 我一直跟各位观众传媒 就是说你们 为什么说你们一定要 就一直去观看我的影片哦 因为我说你观看的话 就不单单只是观看 而是在说能够提升你的这个信心哦 就在说你可能对于这个相信的惩罚 说什么哦 杨明切又在这个执行任务了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那当你认为我们好厉害的时候呢 那么你对于这个正道的这个信心 还有这个信用度也会提升 那当你对自己呢 就是对自己这个修行实践 对你自己的正在与我们这个走生道的呢 跟随佛陀正法去修行的时候呢 跟随我们去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就是说跟随去当我们的观众 帮我们去观看影片去参与的时候呢 那么你自然就有这个信心嘛 那有信心就能够升起来建立内心的一个信心哦 再来的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这个 能够这个战胜欲望的一个心哦 就是说你要有另外一个心呢 你就要想说就说我要这个克服哦 我要战胜欲望 因为我这样的战胜欲望的一个这个信心哦 那这样的话自然就能够去这个克服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用这个智慧去这个培育我们的智慧 然后去开发去知道这个真相 再来的话就是这个不要去这个造恶业 就是你知道说就是有些这个恶业嘛 那当然你犯了一个清楚认知 知道说呢 它是这个恶业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这个持戒 那不要再去犯这样子 那我说那最后一个东西就来说呢 就是说自然的就能够这个渐渐的这个打坐 渐渐的你就能够有所这个培育起来嘛 你有所这些我刚前面上述所讲的 这些全部的这个真念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好好的这个打坐 那你就能够打坐的 然后呢去这个专注啊 去这个集中意念 这个时候你才会察觉到说 你的这个心智思维就能够安定下来 或者说你就要让你的这个心智思维 自然就能够慢慢的培育 然后安定下来 不管这个最后的话就要来 我也会跟这种朋友们这个讲到 在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这个 震得到这个圣果这样子 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 如何去这个震得圣果这个道路 就在说就是说 当你已经有做到说呢 我刚刚前面上述所讲的这个全部的事情的时候呢 什么是这个安定内心的心智哦 或者当你能够安定自己内心的心智的时候 就在说你啊就已经这个即将到这个 进入到这个 准备要这个震得到这个圣果的一个道路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就是说 等于是说你快要震得到圣果嘛 因为当你的这个心智哦 当你这个内心能够全部的安定下来的时候呢 不要去执着 不要去在意那些东西哦 放下那些东西哦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会比较平衡哦 那你的心平衡的时候呢 就能够去慢慢的培育出你的智慧哦 那都不会有所压力这样子 那你自然就会有这个定力哦 那你有定力的话就慢慢去培育啊 然后再去回想那些佛陀所讲解的政法 说什么的 哦苦啊无常无我这样子哦 那慢慢去想的话 哎自然就想同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自然就能够开悟 然后自然就能够真正到这个圣果这样子 那么你自然也不会对那些欲望的东西哦 产生反应哦 因为这个时候呢 你就已经身体啊 还有你的脑袋都已经提升到一种境界 就是说你的心智啊 都已经提升到一种境界真的 那你就能够真正的成功真的到圣果 那就能够解脱生死苦海 这样子 还有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赶紧帮我们这个订阅按赞 订阅分享 大家拜拜